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你看 到这儿坐下去以后 两臂推出去 叫什么 立如推山 它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啊 就是两个掌心 两个掌心劳工穴与脚心永泉穴 有两根皮筋 牛筋拉着 两个肘也是有两根牛筋与脚心拉着 大家看啊 就是像什么 像这把扇子打开以后 这个扇子这个底儿是什么 是足心永泉穴 是吧 这儿呢 这儿呢 代表的是什么呀 掌心劳工穴 中间这个位置呢 是 举尺穴 这是我的肘尖 肘尖 这儿呢 肘尖 肘尖和这个劳工穴 两根牛筋拉到 永泉穴 大家知道吧 这个推拉就有感觉了 不是单纯的两个手 往前那么推拉 推拉 明白吧 一定要练出它的阻力感 所以正好有这个扇子 能给大家讲讲它的原理 所以说呢 这一式呢 叫什么 半身读 叫什么 叫一谷之石 哎 正身读 哎 正身读 脚尖 是吧 脚尖翘起来 哎 脚尖翘起来 足指尖是 爪为筋少 指为筋少 一斤 这个呢 单身读呢 是吧 坐下去 这是什么 一谷之石 你看 再拉回来 那回来是肘往永泉穴 拉 掌心 往永泉穴 回 但是 回不是这么回 明白吧 是直着回 哎 如果说 有人没有这种身体感觉 要慢慢去感受 去领悟 去体会 那 这就是一斤斤 马上现除 呃 马上泡浆 马上收浆 这两次 所以一定要练出这个整体的感觉 哎 他的跳要长心 老公两手尖 和这个两个足的涌泉穴相合 哎 泳泉穴跟老公穴跟涌泉穴相合 哎 泳泉穴跟老公穴跟泳泉穴相合不是往下走 是直着走 垂肘直着走 拉回来 推也是一样 推也是一样 再回来 推也是一样 所以不能因为它 这个掌心跟涌泉血相分 你就往下走 这不行 一定是要平 说实话 这一世很累 这个半身读也很累 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加入咱们的会员课呢 会员课能够 由我们的教练 还有我 能及时指导大家练功 也希望广大 一惊起最近 爱好者加入我们的会员课 把身体越练 还有就当传统武术爱好者 功力 能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好了 关于半身读 马上抛姜 马上收姜的 节衣打货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